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江 正当外界怀疑柯文哲 哪来的钱买豪宅 买不买得起 柯文哲已经说了不难 然后绿营台北市员林延凤今天爆料 柯文哲在今年5月以个人名义 花费4300万现金买入 位在立法院附近的商办大楼 林延凤之一 钱从哪里来 是政治现金 选举补助款 还是担任台北市长时 来路不明 有对价关系的政治现金呢 柯文哲上无坦承 是选举补助款 参照其他党的惯例 三分之一归中央党部 三分之二归个人 那商办是作为他个人的办公室 长期使用等等 是这样吗 蓝绿都是拿来做公共用途哦 只有柯文哲是拿来买房子 而且对照时间点 5月买商办 那时陈佩奇不只是看办公室 还看豪宅 那刚好都跟立法院同一条路 走路就能到哦 难不成陈佩奇想把整排都买下来吗 那也印证上周外界之一 柯文哲是不是满手现金 可以买三间以上 尤其办公室是柯文哲个人所有 那将来有没有可能回租给民众党呢 政府给民众党的补助金 就转进了柯文哲的口袋呢 选举真的是门好生意啊 没钱就跟小草要吗 民众党被发现 去年总统大选前 柯文哲说党快破产了 其实并没有 但是到选前的两天 还在募款哦 隔天单日就入账了4800万 所以前两天 外界在讨论医生收入 是否能买上亿豪宅 是不是被带错方向呢 民众党说 要找这个会计师工会 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来查账 却发现端木正就是执行账 民众党柯文哲的假装风暴 真相是否呼之欲出呢 今天节目都有深入度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中央任雄 大家好 再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大家好 还有桃园市议员 于北陈将军 中央好 大家好 私人美田吴国栋 中央好 再是国民党 桃园市议员黄金平 中央大家平安 私人美田邱明玉 中央好 大家好 再是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央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 林延凤爆料 柯文哲4300万现金买房 5月10号 已经花了4300万的现金 买了新房了之后 你还持续的在看房子 那是不是你手上的现金 根本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我们那个选举补助困 我们也参照其他党的一些惯例 选举补助困三分之一 要归中央党部 三分之二可以归个人 那我们参考其他以前 总统候选的例子 我们是用那个钱去 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 长期要用的 是你的办公室吗 还是作为党部的办公室 我个人的 你是用选举的补助款 买了你的名字的房产 私人资产 你就是违背承诺 林延凤今天一爆 他接货爆料就踢爆 柯文哲在今年5月的时候 就秘密买房 那时候是5月10号 他以本人的名义 用4300万购入济南大楼 三楼的商办 然后去年柯文哲夫妇 他们后选财产申报 存款只有2400多万 为何能够没有任何贷款下 就买这间商洞的办公室 来先讲名誉 今天才礼拜一 大戏就已经上场了 确实 这一出戏是谁演的呢 就是我们说的三宅医生 三宅医生 他现在真是名副其实的 三宅医生 三栋房子 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本来预言成真 那会不会未来有四间情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对 很难讲 好 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今天是那个林彦凤 他爆料就是说 这个柯文哲在5月的时候 就偷偷买了 买了这一栋房子 那我们再放大一点看 这个真的是在立法院 我每天都会经过的 就在这一栋 这个中国航运大楼的 这个楼上 现在是查到说 是位于这个10号三楼 三楼就位于三楼 那大概这个坪数是48.76平 三房一厅三位 而且现在是带有租约 事实上呢 这间房子呢 现在爆料说是4300万 而且很厉害哦 你看 林彦凤去查 4300万 没有贷款 没有贷款 全现金 对就代表说 柯文哲用4300万现金买方 好那我们第一个疑点 就来讲 就是说 柯文哲 你为什么不早说 为什么不早说 你不早说呢 就那么有钱嘛 对不对 怕人家知道 对大家当时在质疑你的时候 哇你还在那边讲啊 这个就是 就是没有报 就是自己没有坦诚 还说什么 我要好几间房子 要卖掉 然后才去凑一间什么豪宅 对 然后还在那边讲 那现在被人家爆料了 好了 我觉得他现在面临的状况 就是每天大家挤牙膏 是一点一点一点 在那边给你爆料 而且我觉得更好笑的是说 你看他前天是怎么讲的 他大家不是在讲说 陈佩奇去看豪宅的事情吗 他讲说 陈佩奇有去看房 但是他不太愿意买 柯文哲说他不太愿意买 你何必把一身的资产 压在一栋房子里 把一身的钱卡在房子 变巫奴 实在划不来 然后呢 他说宁可用现金以后 比较好用 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你好像都没有要买房的样子 我那时候还在节目还没开的时候 我在跟委员开玩笑讲说 我说他这个房子 是不是满着陈佩奇买的 搞不好是满着陈佩奇 然后所以才故意讲说 我不赞成陈佩奇买房子 告诉你 林延峰又在爆料 他说这个房子 是陈佩奇亲自去看屋 而且亲自自己去签约 下定买的 所以大家印象深刻吗 陈佩奇自己有坦诚 他前阵子有去看房子 对 他说看了办公室 看了豪宅 还去淋仪街那边看了 对 所以后来证实说 这个房子 就这间房子是 陈佩奇亲自去看房 亲自去出价 那但是是买在柯文哲的名下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太太真好啊 确实啊 那今天这个被爆料之后 柯文哲自己本人不敢出来面对 就派战狼小姐姐出来讲 那大家当好奇吗 就说你的4300万现金是哪里来的 那陈志涵就坦诚说 有啦有啦 有那个选举补助款 这个扣选人不是一票30块吗 那按照柯文哲 他拿到369万票嘛 所以他是拿到1.1亿的 这个选举补助款 那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三分之一归党中央 三分之二归个人的状况之下 他自己个人是可以拿到 7380万 7380万 那你看5月10号 马上就去买了这个 4300万现金 就去买了这间房子 那我必须讲了 那今天陈志涵呢 东扯西扯扯一堆 那你还去扯到说 这个我们就做个主席的这个个人的办公室啊 那他说蔡英文也有 不好意思 那蔡英文办公室马上发声明 人家是租的 人家蔡总统 蔡前总统 人家是租的 没有人像你这样是用买的 而且还是登记在自己个人名下 其实我就要问 克文哲你这个买这个房子 姑且我们不能讲那么多 你买在自己个人名下 我觉得这个你对民众党就说不过去 你讲到说 我这个之前他就讲说 人家问他这笔 那个选区补助款要怎么用吗 他说我会回捐给党啊 那拿出来做公益啦 捐弱势啦 什么东西是公益啊 你自己个人办公室是公益哦 你自己办公室你是弱势吗 我就觉得这真的太好笑了耶 所以大家很好奇 说实在的你为什么要需要个人办公室 而且他就我了解 我今天有去问 他想要买在那里的原因是 他可以就进看管立法院 可是这个逻辑我就想不通 如果说你想要就进看管立法院的话 你为什么又要把你的中央党部 在杭州南路那个 你要搬走搬到台坡大楼 对这非常奇怪啊 你把你的党部便宜租金的党部 你搬走搬到台坡大楼 南京东路软 结果你自己再用个人名义 再去买在立法院旁边 对非常怪的一件事 我现在就很怀疑 他那个既然那个什么三楼的 有没有可能因为他个人名义 然后都要再回租给民众党 对今天小草也有在讲 回租给民众党 然后民众党再付租金给柯文哲 就像当时胖卡一样 对他就是很爱这一招嘛 就什么东西 就自己先买下来 然后再用高额的租金 再去租给民众党 就像当时什么授权啊 然后面子啊菜瓜布啊 对都要用高额买胖卡也是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讨厌是这样 我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 这件事情让我真的想到说 为什么柯文哲后来啊 要去年蓝白盒破局 原来三个字 没党抽啦 他当时如果跟侯友宜 对不对 如果合在一起的话 竞选补助款要一人一半 结果现在发现说 哇这个 自己下来选更好赚啊 自己对 我坚决就不要跟你蓝白盒 对我到时候选去补助款 我一人独得 对 跟你这个跟你侯友宜合了 没党抽啦 对 所以我就说 你当时在说别人 现在完全就是在说自己 对来清皇 从这个建物藤本当中可以看出 是怎么发现 这是柯文哲所买的商办 好 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其实你可以从 就是因为这件事 第一个 他一定是有人爆料 第二个 爆料人呢 大概是把这个地方的地址呢 大概也揭露出来了 因为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说 实价登陆 其实可以对比到接近的资讯嘛 那所以你看 这是这一间 我们讲说在 林森南路10号3楼的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里面呢 你注意看哦 他在下面这个地方呢 等于说 在登记的时候 你建物所有权人要登记嘛 对不对 在登记的时候 你要登记有你的名字 只是名字要把它隐藏起来而已 然后要你的身份证字号 所以你去注意一件事情 这边大家会看到一件事情 所有权人科欣欣 然后呢 他的这个身份证 同一编号 这个地方是J120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那你知道这几个 他再加第三个资讯 这里还有提到他的地址 他的地址是在哪里呢 就他住家地址是在 这个你可以看到是 信义路二段 然后几项几项 这后面把它遮起来 所以这个没错嘛 这三个资讯来 这三个资讯呢 我们要先确认一下 因为柯欣欣 然后又这个身份证字号 柯文哲的身份证字号 在之前他捐这个政治现金 给民众党的时候呢 其实也都可以去做比对 所以他比对的接近完成度 是相对是高的 只是林彦峰告诉他 这个时候呢 不是姓柯的 不是只有柯文哲啊 他儿子也有可能啊 所以他在告诉你比对的时候呢 林彦峰告诉你说 但是他儿子 因为把杭州南路房子 给他的时候呢 他后来户籍也签到杭州南路去了 那他的身份证字号呢 这边看起来呢 是用F当作开头的 跟柯文哲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认为说 这里面J开头的是柯文哲机会大增 因为J是新竹 对不对 对 然后再加上 他的地址呢 信义路二段 那个项目项梦里面 那个是柯文哲家的地址吗 所以这比对之下看起来是柯文哲机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里面也看到什么事情呢 看到说在这个 腾本里面有个叫他向权利部 这个他向权利部呢 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就是 他没有贷款 所以才发现说 哇柯文哲 你这间房子呢 是用现金也好 汇款也好 就是你没有扣过贷款的方式 你就取得了这间房子 果然财力最后啊 果然大气是不是 非常霸气嘛 所以难怪他买房子的时候 陈佩奇会去看1.2亿的房子 这就不会就很奇怪了 所以呢在这里面也看到 留着相关资料里面 一样可以看到他的资料里面 都可以看到他不需要 透过贷款一样取得这个房子 所以呢这间房子呢 是柯文哲的 然后以及是这个 没有贷款的状况呢 林延峰披露完之后 很快速耶 我看林延峰记者会 开完没有多久 柯文哲就承认 对这就是我的房子了 他说他个人的 这是他个人的 他只是在讲一件事情 第一个 他柯文哲做处理就分两段 第一个告诉大家说 他这种选举补助款去买来的 所以表示他有钱可以买 第二个他顺便告诉大家说 哎呀别人也是这样做啊 说这个办公室的事情 顺便牵托一下到 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去 牵托到蔡英文去 但是马上被人家打脸说 哪有 我们明明卸任之后 那个办公室是用租的 哪有像你办公室是用买的 而且买的还不是买给民众党的 是买到自己的名下去的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这一系列 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被林延峰他给披露出来的 时间点呢跟监察院把他们的 这个民众党的账退回 有密切的关系吗 对时间点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民众党的小草们 也不妨看看 他看房的时间点有多巧妙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注意看哦 陈佩奇是不是在脸书上说 他看房子看了三四个月 而现在的时间是八月的时间嘛 所以看了三四个月 显然他看房子的时间 是四月或五月的时间点 但四月五月请问敏感在哪里 第一个 柯文哲请问你的账目清楚了吗 我们都知道在四月八号的时候 监察院是把你的账给退了回去的哦 但是柯文哲一直告诉大家说 这件事我不知情 这件事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说 非常怀疑的原因是 你是候选人本人耶 你的账务出了状况 监察院退回去 你的财务不告诉你 你的账房不告诉你 大家都不告诉你 然后你用我不知情带过去 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不知情然后就去买房子了 然后就把孩子成立公司了 对然后账务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 看起来呢你们家在干嘛 你们家在自残耶 你们家在看房子耶 为什么这样说 你注意看啊 你看时间点 这个等于说今年大选完之后呢 1月19号的时候呢 中选会等于说公布 当选名单 然后开始要播这个选举补助款下去 然后呢 这个时间呢 你看到3月30号的时候呢 哇这时间木可公司呢 还在推T恤呢 还在告诉大家 告诉小草们说 你们还是要继续捐钱给我们哦 你要继续捐钱给我们哦 继续买我们的木可小物 然后协助阿伯 因为阿伯没有钱 好到3月的时候 还在做这件事哦 结果大家看到什么事情 3月的时候 你还在推竞选小物 跟小草们 叫小草们拿钱出来消费的时候 还在讲阿伯没有钱的时候 这时候选举补助款 已经悄悄的拨到柯文哲那边去了 拨下来了 这个1亿1000万的选举补助款 就算柯文哲宣称 他拿了三分之二 7380万 这也是很多钱好吗 你再拿7300多万 然后再跟小草说 我没有钱 阿伯没有钱 所以你们要拿钱出来买 木可小物 竞选小物 请问这合理吗 然后呢 这个3月的时间 在3月30号 在推竞选小物 来推木可小物 然后呢 到了4月份的时间 4月8号 监察院通知说 你的账有问题 退回去 结果这时间呢 看起来 柯文哲 或是陈佩奇 应该就开始看房子了吧 至少在过程里面 看房子 这需不需要时间 要时间嘛 下斡旋 要不要时间 要时间嘛 然后溢价 跟屋主在谈 价格需不需要时间 都要时间嘛 所以看房 斡旋 然后溢价 这些东西呢 陈佩奇协助 柯文哲完成之后 请问柯文哲 会都不知情吗 各位你看完整的 买下时间在什么时候 而且看起来蛮急的 5月10号就已经买了 5月10号 所以我们让大家看时间点 速度非常快耶 你注意看 5月10号 我们刚提到监察院 是4月8号 4月8号等于 柯文哲在这个时候 就买下了 济南商办大 可是我可以说 火速买下商办 但是仲将 这是我们看到的时间嘛 实际时间 可能来得更早嘛 也就是他 跟屋主谈时间更早嘛 所以等于说 监察院用完之后 就看到他们 一直在看房子 然后在买房子的过程 5月10号正式买下来 然后6月 看到他们过户完成嘛 所以这整个时间里面 然后儿子成立是几号 儿子成立在5月16号的时候 5月16号 治疗公司 柯文哲儿子的公司 陈佩奇一开始说 他是人头的公司 然后后来又不承认 那个是人头 那个公司的成立 5月10号买下商办 5月16号 就帮儿子成立公司 5月10号买下 买下这一间 这间叫 其实算住办 因为他有卫浴 就他至少有那个 我们讲说这个设备 所以他其实算 住办的产品 但只是说 他5月10号买房子 然后5月16号 就设立公司 这些都让大家发现说 你们是不是有财务的问题 急得要处理吗 而这个财务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很羡慕 什么意思呢 会不会就是你们 选举补助款拿到了 钱太多 急着要理财 要把它处理掉嘛 所以才会赶着说 这个即便监察院 4月8号告诉你 这个东西被退回去了 款被退回去了 但是5月10号的时候 你们就完成了 买房子的动作 而5月16号的时候 你也确定在经济部那边 完成帮你儿子 开公司的动作 这一系列时间上的巧合 都让大家觉得说 柯文哲夫妻两个 是不是面对 选举补助款的进账 心很急呢 所以选举真的是一门好生意 那当然各个柯文哲 今天媒体就去问他了 他就说参照其他党的惯例 三分之一归中央党部 三分之二归个人 参考他党案例 然后他设个人 这个长期的办公室 然后陈志涵也说了 蔡英文也是这样子 真的是如此吗 要请教物业完了 真的蔡英文有这样 当然蔡英文他们有说 他们是租用 跟柯文哲的状况 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个柯文哲 他这个阵营里面 出了事情以后 就把北人拖下水 这个在政坛上 这个很要不得 第二个就是蔡英文 你来看 2016年 他推出这个整个 年金改革的时候 他当初有承诺 他说我要比照 公教人员的 手头替代率 本来卸任总统的 李玉金一个月 二十八万 他就把他砍到八万六 其他十六万 十六万他就捐出来 也就是说 本来他卸任 以后一个月是二十八万 他现在自拿的 就是只有八点六万 以后八年 这一千五百万 全部都是做公益 所以他去比 可以把蔡前总统 把他这样拉下水 大家一Google会觉得 你也欲白说 这几个主要候选人里面 对 因为他说 其他党也是这样 三分之一归中央党部 三分之一归个人 有吗 赖清德干部 赖清德他是说 分第一个捐作公益 第二个给创党 建党党员 生活弱势照顾 再来年轻党 出国历练深造 第三个就依规定 回捐给党 你看侯友宜就没有人讲他 侯友宜就说 我这个全部都动 中央党部 他全部就捐回 他们中央党部了 连人在韩国 也没有人讨论啊 他就说我这一笔 就中国国民党 你帮我花了很多钱 我打着你中国国民党的旗号 那么多县制党帮我忙 一亿多 就是一两亿 全部都是国民党 赖总统也是一样 赖总统也跟你讲 我三分之一 本来就要交党部上缴 这个本来就 把定就是如此 民进党就是这样规定 那另外他就认为 我三分之一 再捐给这个党 做这些使用 照顾这些创党的党员 或者年轻党工 出国历练来做深造 其他三分之一 我就要自己去做公益 就你柯文哲跟人家不一样 其实他可不可以 跟别人不一样 他可以啊 他也可以学侯友语啊 他也可以学那个 这个韩国语啊 他甚至于可以 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说 我除了把我这一亿 一千万捐给 台湾民众党以外 我顺便口袋里面的钱 还有三千万 全部都给了 你要去创新都可以 那为什么他今天 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质疑 就很简单嘛 就变成说 全部这三十块钱 理论上都是 法律规定都是你们的钱 那为什么你别人花 社会大众不会去评价 为什么就他花完以后 大家觉得 你才会花钱和你选择 平常说的 都不一样 人设 就是说道德的标准 拉得很高 事后大家会觉得 你才会贪命赛 到时候又要贪贪贪 他一定觉得说 我找钱 他会贪贪 买勺本来就要花贪 Gra touch 自己不可以 白人也可以 最问题就是说 你平常套那一个道德的 Bron 배 大家才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尤其你去把它看 济南路我们中兴大楼叫三至一号 他那栋叫十号 也就是说 差几间就到三角趟 三角趟你是在杭州跟济南 过去就台大院 那是中正区里面 可以说那是很好的一个 在整个首都的地方 又在中正区是一个 不敢说地标 但是一个非常蛋黄性 也就是说超级贵的一个地方 问题你买下去之后 大家会觉得 这不是普通人买的 它的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说 把自己平常 那个道德高度 垫得太高 一检验下去以后 大家会认为 他会想的都跟你说 不可思议 柯文哲硬要扯蓝绿 但是就被打脸 他甚至也打脸自己的 这个党发言人 因为他那时候1月18号 他们发言就说 主要用途在政党维持营运经费 然后他还有全台走动走访 然后收集民意计划 那另外也将部分做公益使用 看起来没有 又三分之二 拿去买商办 阿淼怎么样看这样状况 因为对照时间点 五月份 陈贝琪我们上礼拜 大家都不知道讨论吗 他也是五月份去看办公室 然后看那个什么 原力的豪宅 连林宜街都去看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地图来看 这个是商办大楼 立法院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什么原力的豪宅 在这边 看起来是不是有可能 把整排都想买下来 这个我直接直接讲啦 过去柯文哲经常说有人故意在黑他嘛 都是一些柯黑啊 媒体啊 其他党在骂他 我说到大错特错啊 再怎么样柯黑能想出这种剧情吗 对啊 我们这个经常录节目的时候 很多人都批评他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这些批评他的人啊 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得出他竟然用选票补助款去买他名下的房 这种剧情 连我们都想不出来啊 所以最大的柯黑从头到尾就是柯文哲本人 他自己做了这种跌破下限的行为 为什么跌破下限 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竞选补助款买房买车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他买了房挂自己名下 这是最大的问题 假设说今天柯文哲以前都说基金会是魔戒嘛 他现在也有魔戒了嘛 他有基金会 他也有智库 他把这个竞选补助款捐基金会捐智库 然后这基金会智库不租办公室改用买的 严格说来啦还不会这么大争议 因为基金会跟社团法人的财产是属于团体 那你用这个团体的名义去买之后 有一天这个团体如何解散 这个财产也不会回到私人口袋 如果有一天这个房价上涨 这个财产的利益仍然是归于这个团体 为什么团体没问题 因为人家竞选补助款是因为你的小草 挂在自己名下未来出租也好 未来涨价卖料也好 全部都是他个人财产的收益 那我们讲今天我看很多帮他辩护说 一票30块本来就是给候选人个人的 那是你们自己财产 你们立委议员还不是都把他存到你们账户去 都是你们个人财产 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在法律上柯文哲可以说 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钱 我自己的钱要买房子 哪有不行 他可以说我有换华吗 你告诉我啊 你会换华吗 他一定会这样讲 支持他的人一定会这样讲 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 为什么其他人不敢这样做 为什么其他人不能这样做 竞选补助款的本质是要补贴你选举时候花的钱 对不对 那你选举的时候 假设说都自己花钱 自己节衣缩食 自己存款用完 甚至还负债 你选完之后 你拿补助款去还掉 你这负债 我相信没有人会说话 但柯文哲你选举的时候是花谁的钱 你到投票前 一定还在小草要捐钱给你 那时候你账户里还有六七千万 你还跟小草说你没钱了 快破产了 对不对 黄国昌还说柯文哲的财务长没头深锁 所以黄国昌开直播 又募款 所有小草全部捐进来之后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扣除掉 送给募可公司那四千万 还剩六千万 你竞选有花到自己的钱吗 结果你选票不住款 给你自己买一栋房子 这件事情是让所有 曾经掏钱投票支持他的小草 绝对跌破眼镜 因为他变成叫做选举发财术 前进来房也进来 他这间商办买四千三百万 但是看起来他应该现金不止四千三百万 陈贝奇还可以去看豪宅 所以他是不是他有多少现金 过去你看前一个礼拜我们都讲错了 我们还在想说他会不会这个 政治现金搬来搬去 结果没有他赤裸裸直接竞选不赚 买他名下房子 而且你看柯文哲 他对园区有迷思 到处都要开园区 对不对 现在台坡大楼已经是KP园区一号 立法院周遭这个济南大楼 还有呢园利的这个社区 也要变成他的KP园区二号 所有东西都往哪里集中 竟然都往他个人名下来集中 这个跟他过去人设是完全破灭 之前他不是批评蓝绿 之前他都批评蓝绿说道德标准差 蓝绿都有魔戒啊 人家都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讲我知道了 国民党过去固然有党产 对不对 国民党以前的党部 在总统府对面那一间很大 大家都知道 但是国民党党产 也不是在党主席个人名下吧 国民党好歹还组了一个什么 行管会还是投管会什么的 在那边中常会还有模有样 跟他报告说 我们中投公司 今年又赚了多少钱什么的 那民进党不用讲了 民进党中央党部到现在还是租的吧 租了30年了吧 我看时间算一算差不多吧 只有标榜超越蓝绿的柯文哲 用竞选补助款买一间房登记 他自己名字 这个超越蓝绿不是向上超越 是向下破底 人家柯文哲看得远 因为这个政党要长期经营 除非在我名下才能长远发展 那我就问 如果有一天柯文哲不许任党主席 那这个房产他会转移到民众党名下吗 我跟各位讲 他讲说什么 按照民众党规定 三分之一规党部 三分之二规个人 我就问一句话就好 请问民众党规定是谁规定 民众党规定是谁规定 就是柯规定的 对啊 柯文哲民众党才一人政党 结果他现在说 没有啊 这笔钱是民众党要给我的 我没办法 这个财务管理办法 不就是你当党主席的党规定了吗 而且我看了他的财务管理办法 里面唯独只有一条是针对总统候选人 他说三分之二规总统候选人 我就问副总统候选人呢 副总统候选人都没有功劳吗 副总统候选人都没有出力吗 不会跟他计较这个 你怎么会这样子 每个政党对不对 都说要捐回给党 捐做公益 赖清德侯友谊都捐了 只有你拿三分之二 而且还是你自己拿三分之二 你的搭档都没有 然后你也不去捐你的基金会 也不去捐你党的智库 然后一天到晚跟什么 小草喊穷 选完之后 黄国昌不是还在募款 然后还是在跟所有的小草讲说 赶快要救救阿伯 又做T恤募可好物 七点半 然后要卖这些 结果阿伯已经买房了 现金全款买房了 你说如果连我们 这些经常批评他的人 都跌破眼镜 那你说小草真的事情何以看 对的确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线索 可以看得出那个金流 好像就是有转向目可的 哪有转向呢 就是柯文哲自己的 那如果对照他买下这个 济南大楼这个商办 三楼的情况下 这对照陈北极呢 这个前几个月呢 可以说是毫无这个财务的限制 可以悠由于台北市的淡黄区 可以想要买房 所以看起来是要买三间以上 原来看起来没错嘛 因为从他的可以运用的 现金来看 他的选举补助馆 领了一亿一千万嘛 大约还有七千三百多万 是可以让柯文哲自行运用的嘛 所以的确啊 陈北极可以这个 夏日傍晚 这个凉风徐徐出来 可以这个绕着 立法院周边看房子啊 大家记不记得 柯文哲在这次选总统的时候 哭的最痛心的是哪一次 就是面对小嫂说 阿伯不放 小阿伯不放弃 你们都不会放弃 小嫂不放弃 阿伯就不会放弃 那次哭最惨 鼻子也红了 眼睛也红了 原来他难过的 并不是参不参选总统 难过的是这一点意义啊 对 所以你看柯文哲 没有当选的那天晚上 有没有哭 还好呢 还好呢 内心是喜悦的 对不对 他一票30块算一算 哇1.1亿多 1.1亿多 这哭什么啊 开心啊 他还要安慰支持者 对 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我们后面继续要卖7点半T恤 继续要卖阿伯商品 这哪是选举 这叫做生意呢 这叫做生意 大家知道在这个他买了这个店面4300万 刚才林延峰去查了 不是空着呢 有人在租 有人在租了 有人在用 所以这叫什么 买下来之后立刻收租金 对 你认为4300万柯文哲买下这个房子来 会无偿提供给这一家公司做使用吗 不可能 阿伯不是笑的 阿伯是最会算的 所以他买下来的时候 他也不空 不会浪费任何一天 而且他没有贷款 他实际就马上就有租金收入了 租金 现在有公司在租嘛 现在有公司在使用 那屋主是柯文哲 请问租金给谁 一定柯文哲拿 这租金会捐给民众党吗 还是租金进木口 不是 就是柯文哲的钱嘛 柯文哲的房子 柯文哲收租金 非常合理 对不对 然后这4300万 我们要探讨一下 柯文哲在选总统之前宣报 他的夫妻俩的财产 现金2465万 这2465万 有没有在银行 我们不知道 要不要去查一下 如果这2645万 不在银行 就是他又凑了2000万 4000多万嘛 买了这间房子 那就是 你除了你2645万之外 你的2000万哪里来 会不会跟你选举 选举的这个呆账2000万 刚好密合在一起 他说没有 我没有动我的 我的这个2465万 那就是用1.1亿嘛 就是用1.1亿去买嘛 对 你不动这2000多万 这就表示你是用了1.1 1.1完全合法 但是政治破产 你讲过啊 这1.1三分之一 要捐给民众党的党部 来做党务的运作 另外还有什么 柯文哲全台跑透透啊 还有要做一些公益啊 你做的公益 就是买一间4300万的房子 然后无偿提供给这家公司用 我相信不是无偿 也没有公益 这不叫公益 这叫个人利益 你买了以后立刻收租金 这不是个人利益吗 不管你是租给民众党 还是租给一般的企业公司 你是不是正在谋求个人利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1.1亿 是柯文哲的钱 没有错 就是他的钱 可是在所有中华民国 选过总统的这些人 有哪一个把这个钱放口袋 变成私财 没有一个选总统 因为选总统那个金额太庞大了 那个很少人会把它吞进去 历年选过总统的 从李登辉一直到韩国瑜 国民党没有人放口袋 没有人放口袋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中文候选人把这个钱 拿去买房子用的 我们第一次听到 他下巴都快掉下来 放口袋都不敢 何况买房子 绝大多数要成立基金会 我成立个公益基金会 我支持这个基金会 或者是全部交给党来做裁决 来运用 没有人拿这个钱来买房子的 柯文哲真的是 我们中华民国选总统的第一人 从来没有避嫌 创纪录的 而且我在讲 你怎么跟小草交代 你当时如果说你自己很有钱 你也不怕 然后我预判我会拿到 1.1亿的补助款 我就放心的去贷款 反正选完局 我拿这个钱来还贷款 我告诉你没有人会讲话 你不是 你着手跟小草不断的哭穷 然后要补助要这个小草捐钱 500 200 100都可以 不断的捐 连高中生都募啊 募来的钱之后对不对 你选举没有花到自己的一毛钱 然后你赚了1.1亿 拿去炒房买房 租给人家用 这政治 政治破产 诚信破产 怪不得许普要哭啊 我们现在民众来讲的话 没有人要听 你主席这样做谁要听吗 你主席拿补助款去买房子 买自己的名项还租给人家 请问谁要听 然后他还给大言不谈说 那陈志涵说你们搞错了 那两笔钱不一样 一个是政治献金 一个是补助款 他说你们把他混为一谈 陈志涵你是柯文哲的加成吗 柯文哲个人的财务的规划 陈志涵居然比陈佩琪还辛苦 陈佩琪你要小心啊 他比你还辛苦啊 比你还搞得清楚啊 柯文哲自己的财产 最清楚的应该是陈佩琪 怎么是陈志涵出来帮他说呢 你怎么知道主席这笔钱是哪里来的 你怎么知道这4300万怎么分配的 你怎么知道这4300万是如何来做理财 这应该是佩琪的权利 你越权啊 你怎么越权啊 陈佩琪没说话 陈志涵来说话 没错都本家了 可是不一样嘛 对不对 谁拥有柯文哲的财务支配权 当然陈佩琪啊 对 陈佩琪去逛啦 去逛去看房子去啦 对陈佩琪去逛 除非陈佩琪在所有的过程中 陈志涵都做赔 都做赔 所以你了解 如果你说没有 我没有越权 我也没有这个余越陈佩琪 对于柯文哲的财富支配权 我只是全程培语 那你就承认 可是他又不承认 上次不是人家讲 他说你谁看到了 7月份见鬼了吗 我怎么时候陪陈佩琪去 那你怎么知道呢 陈志涵那时候还不是还反驳有赎会 有赎会说你是不是满屋子都现金 对对对 把我买房子的难道满屋都现金吗 现在发现看起来是耶 对是不是 4300万现金买断 各位有这样买房子的吗 我很少看过 你有看过那个去买房子 请问你要贷款吗 付现钱在哪里 在这 这只有以前我们在说笑话 将军这种有看过 真的有企业家这样买 但不是总统候选人 对啦 我实在跌破眼镜 是一个要跟人家募款的人 用现金4300万买房子 各位你看一看反差好不好 你看反差一个天一个地 一个是我非常穷 所以我要你的500块200块100块 你要支持我选总统 把国家还给你 另外一个是我拿4300万 碰我直接买房子 各位这是天差地人的事 破了中华民国选总统 所有人的技术就是 你够勇敢敢用这个钱去买房子 对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啦 这个柯文哲呢 的确满手现金啦 所以可以让太太真的是 好无忧无虑的 可以去逛房子 但就说柯文哲到底还有多少钱呢 来清房 我们算一算嘛 他光是这个房子 4300万买进来不用贷款 然后马上就有租金收入 那只是说 背后他到底是有多少现金 那还包括就说 他这个原本就有租户在里头了 马上就有租金收入 对 那他这些钱到底是怎么算 因为选前两天 还在跟小草募款 不是吗 对 这个在算钱之前 我们先算清楚 他现在其实也创了一个记录 什么记录呢 是这一栋大楼最高成交记录 就是由柯文哲写下来的 现在各大十家登陆网站 你只要上去查 这一栋呢 一瓶88万多的最高成交记录 就是由柯文哲这一笔 在5月份的时候写下来的 所以你说看他这样 算不算是间接草房的帮凶 算哦 为什么这样讲 你去看 上一笔在这一栋 济南大厦的成交记录 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 你知道成交一瓶是80万 柯文哲跟陈佩奇 在这栋大楼创下新的成交记录 一瓶88万 比上一次足足涨了一成的涨幅 我问你大不大 这算不算是草房的帮凶 算吧 这算写新记录 好 第二个问题 再回答大家 这一栋附近中介的租金的行情 他这一间的坪数 大概是48坪多 那他因为是47年的房子 所以公设很少 所以48坪多 实际使用后天40几坪 所以还蛮大的 所以他的租金 一个月可以租到多少钱呢 他的租金一个月可以租到 64500块 换算下来 一年有77万4千块的租金 请问好不好 其实算1.8%的投票率 在台北市来讲算是还不错 所以等于说 这4300万 反正也不是他的钱 是选举补助款的话 钱不是他的 这个由小草们所贡献出来的 这个选举补助款 让他直接换了 一年可以收 77万4千块的房子 请问对他来说好不好 当然很好嘛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在这过程里面 对你这么好 但是过程你如果一直装穷 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 很好的事情了嘛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时候 这个柯文哲受访时候的画面 说我们也不用去装穷 我们本来就买得起了 然后只是陈佩琪那时候 心里在想 我一直没有同意了 这一句话今天算不算重重打脸 对 是你没有同意吗 买好了 是陈佩琪已经买好了嘛 怎么是陈佩琪有没有同意的问题 是他五月份的时候买好还创下 同栋大楼最高成交记录嘛 中江你知道这种创下最高成交记录 有一种状况 是他赶着要买 溢价空间小 而这个房子 是陈佩琪自己去看约 去溢价 后来完成签约 那我问你 签约要用柯文哲的名字 用柯文哲的大小章 请问这个过程里面 柯文哲会不知道吗 那柯文哲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说 陈佩琪心里在想 我一直没有同意 请问这个如果不是自打脸 什么叫做自打脸吗 第一时间柯文哲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 我的退休缝付不起管理费 结果我一查 这个原力群的管理费 一个月也才一万三千块左右 你一个月六万块七万块 加陈佩琪一个月十几万 你怎么会付不起管理费呢 可是更神奇的是 隔天柯文哲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用装穷 我们一点恶意本来就买得起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哇你就发现说 管理费一万两千块 你一个月十几万说付不起 但是房价一点恶意 你说你不要装穷 你一定买得起 这前后本身就很矛盾嘛 到这个时候他还在告诉你说 因为我们是把老房子卖掉 去买新的房子 所以我们才能够买得起新的房子 因为我们有两间房子嘛 就过去杭州南路 一间四十年的公寓 再加信义路二段这一间 卖掉我们就买得起 一点恶意那一间了嘛 所以我们不用装穷嘛 所以第三阶段的柯文哲 是告诉你 我们叫做乙房换房 哪有三宅一生同时持有的 我们是卖掉旧的买新的才买得起的 好了就第四阶段 各位现在看到四部曲的最新真相是 他们就是买得起 他们就是买得起 所以呢也不需要卖掉那两间 他们就是买得起 所以呢他们四千三百万 可以用现金直接去买 所以这三宅是哪三宅 一间杭州南路二段 一间信义路二段 一间就是现在看到的 这一间林森南路十号三楼的房子嘛 陈佩奇发脸书还告诉你说 我办公室看过了 我豪宅看过了 我还要去看小宅 所以他还有小宅要看 所以办公室加豪宅加小宅 我请问你要花多少钱 这个柯文哲夫妻财产申报的现金是 两千四百六十四万啊 那你这间呢是四千三百万啊 那四千三百万的话 那你中间的价差呢 如果你都是用现金没有贷款的话 那你还要再加价一千八百万出来 要从哪里来 所以林延峰认为说这一千八百万 是不是就是你柯文哲 一直没有追到的那一千八百万嘛 那今天柯文哲出来回应 显然不是一千八百万嘛 柯文哲的意思是说 我的选举普助款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 有三分之二是留在我这边 所以呢这个我不需要 这个去弄那个一千八百万 这是假的 他意思是这样嘛 可是总这样 他这句话有两个很尴尬的事情 第一个是柯文哲之前 面对选举补助款的讲法是说 地方要用 然后呢这个公益要用 党部要用 然后留一部分给自己用 可是现在看起来呢 三分之二都是你在用 对 大部分都是柯在用 七千三百多万都是你在用哦 所以看来七千三百多万都是你在用的话 这里面让大家看到 这跟你的人设承诺就不一样嘛 为什么 因为对照之下 我觉得很有趣 对照之下 赖清德的这三块 捐公益 协助党工去进修 还有回捐给党工 照顾党工的弱势 这个部分 你如果到民进党的官网去看 你看得到 就年轻的党工要进修 钱是花在这边的 还有以前的党工经济状况有问题的 是在照顾他的 相较之下 柯文哲拿去买一家 你有看到这么强烈的对比 然后呢出事之后 第一个反映说 这个民众党告诉大家 我们只是比照之前的总统的 一样的状况就跟小英一样 要设办公室 他也去设办公室 小英的办公室是用租的 你这间是买来变成个人的私产 哪一任总统卸任之后 他是像你这样子用选举补助款 买房子变自己的私产 这跟大家都不一样吧 所以今天蔡英文办公室 很快就出来反驳说 从来没有拿选举补助款去制产 因为今天到今天 在民众党的粉丝后援会里面 有好几个都还在说 拿选举补助款去买民众党办公室 错了吗 错了 因为那真的不是民众党的办公室 那个是柯文哲名下的财产 那个不是民众党的财产 如果5月10号都已经买下济南道楼 那为什么他儿子的公司不能够挂在这边 这个重量这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坦白说 他们到底是什么想法 第一个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第一个 柯文哲买这个产品 因为是代租约卖的产品 所以他现在是既有陈租方在里面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这间大楼 一楼的状况 一楼状况 你看 这个是在林森南路10号 然后三楼的部分 这边有挂一家公司 叫做先发新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家先发新业股份有限公司 告诉你 第一个消息是 他是代租约有现有陈租方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这一间呢 等于说我买下来之后 每个月都有租金的进账 一年几十万其实也是很补 刚刚我们算给大家听 以附近的行情来讲 他是有机会可以收到六七十万 一年的租金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去查之后 发现这家公司也很特别 为什么 这家公司特别在说 注意看 公司介绍写说 公司目前业务以政治服务业为主 主要成员为国会相关从业人员 这个看进去的时候呢 你知道这名字看到的时候 查公司登记看到一个名字 叫做贵俊杰 这个贵俊杰 如果你在Google新闻的话 会看到这一则 这个罗浮柱 这个有幕僚涉及暴力讨债落网 然后里面提到了 这里面就是前大信证券的副总经理 然后也提到罗浮柱的国会助理贵俊杰 所以就这么巧合 这件事情被大家排出来 大家就很好奇一件事 那柯文哲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 你会看到这么一间 这么巧 疑似是罗浮柱的前助理在经营 跟国会的政治服务有关的工作的房子 谁牵线的 这是谁牵线的 大家就会很好奇 请问这一段是怎么牵出来的 如果他儿子真的要做公司登记的话 这个地址 给这家先发新业用 也可以给他儿子的治疗公司用 这是都没有问题的 两间公司以上都没有问题 但是很显然的 柯文哲不知道在顾虑什么 他不让他儿子登记在这边 去登记在台坡大楼的二楼 所以很显然的 柯文哲是不是知道说 这个地址在做的工作 这个地址的公司在从事的工作 跟国会的政治服务有关 主要成员为国会相关从业人员 看到之后 你自己是不是觉得这地址里面 会有些比较复杂的事情 所以你的儿子的公司登记地址 各位柯文哲的儿子治疗有限公司 这一间以他儿子为名的公司 是在五月的时候成立的 五月成立 公司地址竟然不登记在 自己买下来的办公室里面 跑去登记在台坡大楼里面 所以怎么看都觉得很奇怪 所以大家才会怀疑说 会不会是因为 这一间公司里面经营的状况 让大家觉得有复杂的可能性 所以在他确定说 他的租约清了之前 他不宜让他直接去做登记 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但是至少 我们先快速做一个结论 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柯文哲现在 在选举补助款的加持之下 他现在为什么可以看起来 看房子这个也不是问题 那个也不是问题 看小宅 看办公室 看豪宅 之前还告诉大家 台北市房价太贵了 我买不起 结果你买的时候 创下那一栋的房价的成交新高 柯文哲过去在讲什么呢 你看 讲说这个卸任后零收入 存款比去年多288万 陈佩奇还听得很惊讶 然后之前还曾经说 这要靠妻子才能够赚钱 一个月17万 说台北市市长薪水不高 这些话 对照今天柯文哲来告诉你说 我们不用装穷 我们负担得起 本来就一亿的房子 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一亿 是极大的讽刺 过去柯文哲都说 靠陈佩奇赚钱养家 现在看起来是现金满满 我跟大家讲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这个规定 政党推荐之候选人 其选举补助款 由推荐之政党领取 所以照理说 民众党这一笔 柯文哲跟这个吴欣凝 他们1.1亿多元的 是民众党领取 对民众党党党主席 民众党领取 我的党主席 所以我现在讲 对 政党你看 党是我的 我领 很挂钱你下嘛 党库通家库吗 党是我的 我领 所以我怎么分配 我决定 可是民众党的 其他党员会服吗 那你今天说 你寻以前的例子 蓝绿的这个 他党的例子 我就这样做 这时候你们会有理直气壮 我都捐给中央党部 我就跟大家讲 从1996年 我们这个小玉 我们大家送这次跑信 1996年 我们台湾总统 我们直选民选以来 李连基金会 李登辉连战 第一次搭配 捐给李连基金会 两千年阿扁 他成立凯达格兰基金会 你真的要像他党例子 你民众党不是没有一个基金会 你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 或是你已经有先有基金会 把钱捐过去 到2004年 只有一次 04年是联宋配 联宋那一次 有点这个为了选举 不是出来 有点局宇 然后后来还是决定 由国民党出面领取 国民党说 当时选举都是国民党 这个出了钱比较多 国民党 秦民党还吵了一下子 后来决定国民党领取 后来这件事情就 慢慢的就比较 没有什么 大家再吵下去了 到2008年 还有这个12年 马英九 他都是这个 由国民党领取 因为马英九在两次选市长的时候 他也被人家批评过 他成立了这个基金会 捐给他们 所以在怎么样 过去的例子 都是捐给基金会嘛 要不然就你要怎么去培养新人 训练自己的子弟兵 大家没话讲 那如果你今天科B民众党 你也这样做 你训练自己的子弟兵 你之前在选前还说 在今年开始 你要在民众党 2026年选举 找100个议员候选人 1000个里场候选人 要开始让小草发芽 你这笔钱是看看好 可以这么做的 我说再怎么样 蓝绿都是把这个选举补换 拿来做公众使用 唯独柯文哲 拿来买房子 所以国总哥 这真的是超越大家的想象 跟那个下限 那只是说 柯文哲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这笔钱他要怎么运用 拿来买商办 然后跟儿子的公司 他是想要做什么样的安排 众将 我是个老派的记者 对不合常理的事情 都是抱存着怀疑 一定要去追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柯文哲有几件事情 让人家很怀疑 现在讲这是政治补助金 拿去买的 这是他讲的 三分之一 什么他讲的 怎么证明是政治补助金 他有没有今天把账户 拿出来看说 你看看 我提了4300万 去买这个房子 没有 没有 我们在这里 两个人讲的半天 政治不顺 就现他的话了 所以我很佩服 他说谎的功力 那种真是高段 照道理讲 当记者在质疑 陈佩奇去看房子说 一个一般政党的马上就 他看什么房子 我们五月份才能跟马一个上班 一定会这样讲的 可是对柯文哲来讲 你不知道事情 他不会先跟你讲的 对 所以柯文哲跟陈佩奇都守火如瓶 你知道又来问他 他已经准备好回答你的 所以现在变成是政治补助金 拿去买这个商办 那我现在公开要怀疑了 第一个 一月才选完总统 你五月就去买商办 我们这个拨款速度快得惊人 拨款不管是 近平刚才讲的 拨到民众党党部 还是拨到你柯文哲 个人账户户头 那个都免税的 真好坦 都拨进去了 那我现在公开质疑了 这对夫妻 我去银行去提领这4300万 然后现金去买一个商办吗 这个是大肆英文 银行 柯市长来提4300万 他应该是转账 对 一般人我买房子 而且我这个钱是合法正当的 我买房子我转过去就好了 怎么会用现金 我印象中 我财王的印象中 只有过去台中 第几期更变成说 那个银行 卖台中银行 穿头鞋用布袋绑的现金 去看房子去的 所以你说他现在是到底是 真的是拿补助金去买 还是哪里来的钱 我们不知道 如果以他一般的想法 他的作风 以及他的躲闪的问题的话 他宁可让你们讲 这是补助款去买的 你们骂我 可是这是合法的 现在我们怀疑的 不是补助金的话 那怎么办 现在只有我们要求民众党 你那么开个记者会 公布 政治补助金 一票三十块钱 拿出来给我们看 现在这个钱剩下多少 还在不在 是不是全部被陈佩琪 他们拿领走了 你总要告诉我们吧 一点一亿 这些小草是这样集资 然后一票投给你 让你去顶 这么多钱出来 现在钱到哪里去了 我们在这里拆了半天 也许这个钱 还在那里没有动 我们也不知道 还是这个钱已经转到哪里去 我们也不知道 要度UU之口 坐下来 民众党账户公布 然后我领了四千三百万千 买这个三百万 要做我个人办公室 以后长期的服务民众 民众党是永续长存 不会这样玩截篇 那我们也佩服 把账处理得干干净 清清楚楚的 现在不是 现在大家怀疑东怀疑西 搞不清楚他哪里拿了四千三百万 他申报的时候剩下两千四百多万 今天听林林宏讲的 他申报才剩两千四百万 林林宏把他跟 那个木可公司经营的钱 整个在做比较了 所以才会相差一千八百万 可是我听起来还是很怀疑 因为这个做法已经不合常理了 不是一般常人做法 是这个样做法的 所以到底是谁 实价登陆 你去买一个现有的房子 那个都会公告出来的 前屋主是谁 谁买的都公告出来的 我们现在比较重视的 到底是你是怎么交易 谁介绍你买这个房子 你不知道 他永远不会提早告诉你的 等到你知道问他的时候 他就这是什么 他就是这一套 你把他想一想再重振 以后都是这一套 所以今天最好的问题 不是在问他了 要求民众党公布这个账户 出来给大家看 政治补助金 是哪一天哪一天 会到你的户头去的 现在到底剩下多少 已经被柯文哲提出多少了 柯文哲被经报 花费四千三百万买商办 那其实在几天前 外界都还在讨论说 这个医生的收入 买不买得起 一点二亿的豪宅 然后柯文就说 我跟我太太两人都医生 在台大医院工作三十多年 买一亿的房子 不是困难的事 本来就买得起 不用装求 那之所以不愿买 就是因为把医生的积蓄 换来当乌奴 划不来 来名誉 所以是不是很刻意的 被带错方向了 确实 因为事实上 大家都会很容易 被柯文哲论就要带着走 因为上礼拜他这样讲 大家想说 对啊 因为医生在社会上算是那种 比较大家推崇的 高收入的 那但是呢 今天就有医生 这个台大的妇产科 民医师警钟就出来打脸了 他说 其实这个真的是夫妻两个都是医生 像柯文哲这样子 柯文哲他认为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的 我必须讲了 我真的很认真稍微去研究了一下 事实上你说当医生 他们也不是一出来 马上这个年薪就可以两三百万 没那么简单 不要忘记 你在当医生之前 你要先当实习医师 然后再住院医师 你至少要做个三五年 厉害的话 你要当上主治医师 你才有可能收入突然就这个 可以变高 所以柯文哲他也不是一出来 横空出世马上就当主治医师 你前面还有这些过程 对那更不用讲说他50岁 这个之后他就去当台北市长 所以等于说他当医师的这段时间 好我帮他算过了 他就算跟陈佩奇 而且他跟陈佩奇都算是没有开刀的 就是如果你有开刀的那种外科医师 或是什么那个心脏的这种 你可能就是收入还会更高一点 问题他一个他是装业克膜的 那种重症科的 急诊医师 急诊医师 还有那个陈佩奇是小儿科的 他们这种算是比较没有在开刀的这种 所以等于说一般公立医院的这种医师 大家的平均年薪大概是230万 230万我算你夫妻两好 算你宽一点好了 你有年终奖金 让你夫妻两个加起来500万 你一亿的房子 你要除以500万的年薪 两个人加起来500万 你至少要20年不吃不喝 你才有可能 而且你根本不用讲说你还有三个小孩 这些三个小孩都没有在工作 然后两个又要退休了 然后你后来又跑去当市长 市长大概一个月月薪是19万差不多 所以你说他们这个夫妻两 之前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说 光看薪水根本不可能去买上衣的豪宅 所以我就说他这种随便讲讲 大家可能会被他带走 但是你仔细去精算 那今天又有医师出来证实 打脸他 就说事实上如果真是医师 也没有这样的行情 那回过头来 就是说现在柯文哲这样子被人家踢爆 其实还是人设大崩坏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最讽刺的呢 这个即将要到来的 我觉得也是民众党这些议员的这个难题 礼拜三他们要讲什么 讲居住正义讲座 居住正义这四个字 现在看起来真的好恐怖 他还有脸去讲居住正义讲座 对而且呢 这个是民众党台北市党部主办 然后这个你看8月28号在议会的酒 我觉得到时候会爆满 因为大家都会想去问这四个议员 你们现在好意思 还来讲居住正义 他们可以改成另外一种 如何越选举房子越多 对还有一个口号 把国家还给你 把房子还给我 把房子买给我 如何越选越有钱 对他们四个 是可以来分享加入民众党 要这样对着看 对着看 对着看有没有 三宅医生 如何越选房子越多 然后越选房贷就越没有 不但没有 而且到最后可以用零房贷买房 是是是 好把国家还给你 房子买给我 这四个议员好不好 年轻的小早出来讲 大家就等着你们 我就要讲了 除了人设崩坏之外 我觉得现在是大家开始强导众人推 今天竟然连柯文哲的前邻居 对 对也都出来爆料 他那个信誉租那个房子的邻居都出来 都出来爆料 他就说为什么 这个柯文哲这个搬来之后 他们就是后来要搬走 他就说柯文哲是恶邻居 他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说 因为柯文哲后来当市长 对不对 那你就是有危安 有24小时危安嘛 那这种大症 有的 就说大概危安 你说大症状也不可能 但是说一两个都是有啦 24小时在那边保护市长安全 那他认为说 你这个随护来了之后呢 你总是会有一些生活啦 或是说 至少那个灯 那个照明灯的那个电费啦 公共电费 对对对 会比较贵一点 所以他去找柯文哲讲说 那个管理费要调高啊 柯文哲竟然回来讲说 我还没收你保护费 对啊 我会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很像柯文哲的口吻啦 他连增加一点管理费 都不愿意耶 对 但是他这样讲说 我还没收你保护费 因为我有那个随护啊 市长有一些随护的危安就对了 他说可以保护 我还跟大家说保护费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这个 很像柯文哲的口吻 那另外呢 还有那个邻居就说 那个楼 他们那个楼上会漏水 要求柯文哲 就是也要稍微付点修散费 柯文哲就回人家讲说 那个修散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 不然我用公权力 他说你再吵 用公权力 也会把顶楼那个 违章建筑给拆掉 天哪吓死人了 这惊死啊 对 那当然了 这个现在在PT上面 讨论非常热利 让你很两极 有些小草还是会互航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 讲得很好笑 他说终于了解 柯文哲为什么 是那种移动的嫌恶设施 那最后还有一个名言 就是说柯文哲会讲 两岸一家亲 但是邻居变成一条狗 你就知道很讽刺 的确 来清皇 因为现在这个爆出 柯文哲用4300万 300万去买商办 小草他们的心声 到底怎么样 然后他们现在讲说 柯文哲说 这个前一二名 什么赖啊 什么猴啊 你们不去检讨 反而去检讨 第三名的柯文哲 这个他这个传出 4300万买商办这件事情 当然可能变成 压垮小草们的 最后一根的稻草 稻草压垮小草 那为什么这样讲 你去看柯文哲 在整个过程里面 至少有三件事情 让大家觉得说 你们民众党跟柯文哲 就是讲不清楚吗 第一个来 你看在账的部分 三组候选人 里面只有柯文哲 这一组有这个状况 在会计师做账目 你收支截存 应该要有6000多万哦 但是银行那边的余额 只有3300多万 请问有2700多万的 差额跑到哪里去 另外两组候选人 赖庆德跟侯友宜 都没有这个状况 只有柯文哲有这个状况 那这数字上面 小草看不看得到 当然看得到嘛 那第二个是 对小草来讲 木可公司的钱 为什么我们支持你 买这些小木 到最后钱 请问到哪里去了 木可公司 柯文哲为什么被问到 木可公司就回避 就闪避 但是你可以确实说 他要让他结束营业 这件事小草也无法理解嘛 对